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谁来玩音乐? Play Music! Perform! 很用心地做了一张我自己非常满意的专辑 也非常贴近我自己 所以今天很开心 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 跟你们聊聊我现在的音乐 现在的状态 还有一些最近我喜欢的歌 马上节目的一开始呢 想要推荐这首前阵子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单曲 那它的声音魅力是 我觉得独一无二啦 杨奈文的这首《离心里》 不属于我的 这距离是何意义不舍 不要拥抱 切莫亲吻 我会分碎 再不完整 我不存在 就没有消失的可能 欲言又止 也很快乐 我只是你 眼前行着 你不明白这里 危险万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一段缘分 不是一梦文 驯服了寂寞 才懂温柔 再一点遗憾 爱就圆满满 陪伴你到死去多迷人 不要拥抱 欠我今晚 我会放随 再不完整 我不存在 就没有消失的可能 欲言又止 也很快乐 我只是你 眼前行着 你不明白这里 危险万分 好 衣 再见恋一生 也不会成真 离心里是宿命 我在这 刚听过的是杨奈文的离心力 是不是非常好听呢 对 今天我觉得我推荐的歌好像每一首都蛮好听 对啦因为我自己推荐嘛 所以都是我喜欢的一些作品 那下一首歌更不用说了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听 因为是我自己的歌 最好的快要发声 这一次的同名主打歌 那其实包括这首歌 跟这张专辑这一次背后 最大的一个信念 就是希望大家真的 可以对自己跟对未来 都怀抱真的期许期待 相信其实不管什么样的状况或事情 最好的一定在前面等着你这样 我是这样子深信啦 所以我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态度 可能透过歌曲可以感染你 那来听这首新歌 最好的快要发声 我们走过 看过世界各种残破 各种繁荣 你在曼谷 困在车楼 望着天空 总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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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归 简单普通 在你的心中 在你的心中 握住个空隆 以后 以后 以后还会遇见 另一个人 还给你笑容 最好的快要发声 最好的快要发声 还要我们等一等 最坏的一次旅程 转身就要跑得远远的 最好的爱快要发声 你在台北 做了一个霓虹的梦 它在北京 生活集成 一个胡同 我们匆匆 掠过青春 写着重逢 总有一天 我们怀念 一种平庸 生命 总有些人 在你的心中 挖出个窝窝 以后还会遇见 另一个人 还给你笑容 最好的快要发声 最好的快要发声 还要我们等一等 最坏的一次旅程 转身就要跑得远远的 最好的爱快要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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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想推荐一首英文歌曲 它好像发片的速度 也差不多两三年 那这一次 我也觉得它这张专辑 跟它之前都很不一样 虽然评价两极话 我觉得其实像我这张专辑 我也可以确定评价 也一定会是两极话 因为每一件事情 都是两面的 你无法讨好所有人 那就先讨好自己吧 那我蛮喜欢这张专辑 那特别喜欢这首歌 Lady Gaga的这首Joanne Take my hand Stay Joanne Heaven's not ready for you Every part of my aching heart Needs you more Than the angels do Girl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Going girl Girl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Going girl If you could I know that you'd stay We both know We both know Things don't work that way I promised I Wouldn't say goodbye So I grin And my voice And my voice gets thin And my voice gets thin Girl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Going girl Honestly Honestly I know where you're going And baby You're just moving on And I'll feel love you Even if I can't I can't see you anymore I can't see you anymore Can't wait to see you soar Girl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Going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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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Going girl 離世 大家好 我是蘋果劇团 團長 蘋果叔叔 今天是谁 是谁呢 是谁呢 很熟 今天谁来玩音乐 Play Music Hello 这里是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FM91.7 Pop Radio 这个时段是Play Music 我是今天的Play DJ张栋梁 那都会跟大家分享 最近一些影响我的作品啊 或者是一些我的新歌 那前几年有一张专辑 我真的听了很多很多年 那那个歌手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他的创作 跟他想要在专辑里面 带给大家的一些message 甚至我真的觉得 他有影响我 这两张专辑 在做音乐的一些思维 所以今天特别推荐 他的这首歌 宋东野的这首歌叫 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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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到了你的家 可我浪费着我寒冷的年华 你的城市没有一扇门 为我打开 我终究还要回到路上 我喜欢专辑 我看完 银马 斑马 斑马 你来自南方的红色 是否也是个动人的故事啊 你隔壁的戏子 如果不能留下 谁会和你睡到天亮 斑马 斑马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指挥歌唱的傻瓜 斑马 斑马 你睡吧 睡吧 我会陪伤其他一个北方 斑马 斑马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想说这忧伤的孩子啊 斑马 斑马 你睡吧 睡吧 我把你的青草带回不下 斑马 斑马 你不要睡着 我只是个匆忙的旅人啊 斑马 斑马 你睡吧 睡吧 我要卖掉我的房子 浪迹天涯 我刚听过的是 宋冬野的歌 斑马 这个时代好像变成 Discovery 因为刚听斑马 斑马 现在马上要推荐 我要看鱼豫熊掌 感觉是个动物的世界啊 我觉得 创作音乐就是有趣啦 其实很多时候 我就是像尹熊掌 呃 他当然不是在讲鱼 跟熊掌 他在讲的是这个社会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 难免的会被放到一个 需要竞争的环境 那可能你在跟你的同事 比如说你看到大家的日子 然后你就觉得好羡慕 或是觉得很 那觉得为什么自己不能这样 不能那样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事情无法兼得了 那你往那个方向去的同时 其实很难免会牺牲一些些事情 但是不见得是过不去的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音乐 跟你们分享我的一些态度 与与熊掌我的新歌 送给你们 他刚起床 他已上班 说好了一起晚餐 他们分享 彼此日常 口中不说 却看不起对方 他说从高楼往外看 是欲和熊掌 是现实或理想 生活已经很艰难 为了什么样互相为难 宿命或信仰 都是一件衣裳 表面看来多漂亮 不过是自己选择的普通包装 他把理想 他把理想 挂在嘴上 说成了一件衣裳 说成了一双翅膀 他多渴望 有人鼓掌 卖了生活 就能成名再往 他说从高楼往外看 看不见远方 看不见远方 如果你心中 四面都是灰坛 他说自由的胡同麻 只是种想想 别想变了样 只想搬到对方 是欲或胸掌 是现实或理想 生活已经很艰难 为了什么要互相为难 宿命或信仰 都是一件衣裳 表面看来多漂亮 不过是自己选择的普通包装 是欲或胸掌 是现实或理想 无法见得的失望 要准备接受这不圆满 顺从或抵抗 姿态都要漂亮 站在各自的立场 那能看不见各自的挣扎成长 听过的是我的新歌 予以手掌收入在我的最新专辑 最好的话发声里面 一首非常特别跟音乐性 非常丰富的一首歌 当时在做这个歌 其实有一点点 怕大家是不是接受不了 但是专辑发行之后 其实这个歌的反应还蛮好的 所以可见 撞到的粉丝的那个 接受度还是蛮大的 那应该之后空间可以更大这样 好 我加油 马上要推荐的是 彭佳慧的这首歌 我想念我自己 我觉得其实 对这种讲自己的歌 我都蛮有感触的 那就像待会我会介绍 我这次里面 也有一首关于自己的歌 先听听看这首 彭佳慧 我想念我自己 岁月无声无息退 我们渐进 幸福不知不觉被现实年评 夜灯下 皮肤里 失去防备的不准心 是否不够满足我 夜长回忆 走完红坛后 才懂生活不能一心 请你自己 有多久没有好好看 今天多美丽 是谁数据 永远要奉献 一切才可以 用光了力气 却忘记照顾自己 是能让我勇敢 回头看失去 我出了很爱你 也想念我自己 是否不够满足 我也常怀疑 走满红坛后 才懂生活不能一心 尽自己 有多久没有好好看 今天多美丽 是谁数据 是谁数据 旅人要奉献 一切才可以 用光了力气 却忘记照顾自己 是能让我勇敢 回头回头看失去 我出了很爱你 也想念我 也想念我 我出了很爱你 我出了很爱你 错过的那部电影 那场期待的旅行 我碰得为自己 用力呼吸 是谁数据 是谁说 女人要不怕 付出才可以 交换了光影 来不及 喜欢自己 谁让我勇敢 回头看失去 我出了很爱你 也想念我 自去 岁月无声无息退 我们前进 幸福还能扬来 自己去找寻 今次前 我们微笑地看自己 今天有 多美丽 您的家人上下楼梯 有困扰吗 全新单轨弯曲型 楼梯升降椅 MIT制造 CNS国家 今天雨天 每一天都生命 POP RADIO 是我养起 在一起 就一起 在一起 今天是谁呢 今天谁来玩音乐 Play Music Hellow 你好 这里是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FM91.7 POP RADIO 这里是 Play Music 我是你们的 Play DJ 张栋梁 非常非常的 Play 刚刚节目两段过去 跟大家推荐了我的专辑 还有一些歌 那有推荐彭家会的一首 叫 我想念我自己 也跟大家说 这些关于自己的情绪啊 歌啊 特别有感触 所以这一张专辑 也有一首歌叫 自己的风雨 这个歌后来发现 网路上面大家一面倒的都说 好感动 好感动 都听哭了之类的 我其实那时候就对这个歌 有这样的期待啦 因为其实我在唱的时候也 好像有唱哭的样子 有吧 因为我觉得那个情绪是非常个人的 然后我们有故意把那个 Key 定得比较低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跟自己的对话 你不会突然间很高亢了 再跟自己说话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比较深沉低音的方式 所以也开拓了我在Vocal上面的 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那我觉得这首歌 真的不用做太多的解释 那就听歌 相信你会感受到这个歌 想要带给你的一些气氛 自己的风雨 我自己的风雨 我自己去躲避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会关心 唯有不开心 总有喜欢自己 不完美而已 生活可以 继续 别听人说我一直笑沉 不过是刚好有点郁闷 新游戏的关卡 新游戏的关卡没 不完美 不完美而已 没有着急 我自己的风雨 我自己的风雨 我自己去躲避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会关心 没有不开心 总要喜欢自己 不完美 不完美而已 怎么还没过去 这少床的身体 越来越难卷入 多么不开心 还是要喜欢自己 不完美而已 生活怎样 继续 刚刚听过的是 自己的风雨 我的一首新歌 收入在我的最新专辑 最好的快要发生当中 一首比较内敛的歌 然后 还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自己有些时候独处 自己面对自己的孤单 自己面对自己的寂寞 真的 不是这么 可怕的啦 学会去面对 其实 也是一件好事 那要介绍 要介绍了下一首歌 其实跟自己的风雨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很愉快 没错啊 一定要告诉自己 对 我很愉快 来自燕姿 剪起地上的谎 满足了欲望 其实美好 不难拿 一个人们的谎 也不想作罢 谁叫我们那么爱呀 请不要说我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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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女快 被留到天亮 请不要说我疯狂 不要说爱 不要说爱 荒凉 一场 怎样 也是一场 剪起地上的花 满旧的余晃 其实美好不难啊 一个人们倒好 也不想走吧 谁找我妈那么爱呀 请不要说我疯狂 请不要说我想象 我很愉快 泪流到天亮 请不要说我幻想 不要说爱忘了 你的第一场怎样 请不要说我想象 我很愉快 泪流到天亮 请不要说幻想 不要说爱忘了 你找你怎样 孙燕姿的我很愉快 他也是一个好几年才会有一张作品的歌手 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都这样 因为我觉得必须还是要储存一些养分 才能真的把这些能量放到音乐当中去 因为其实像以前比较属于是 一年一定要固定有一张 然后甚至像如果我有演员的身份 还会要一年一张专辑 一年一部电视剧或电影之类的 保持那个艺人的热度在市场上 走过那一段之后呢 就发现现在好像应该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脚步 让自己可以比较舒服的往前走 那我觉得那个往前的感觉才比较踏实一点 那就只能 请大家有点耐心 然后真的多多支持 然后希望我可以有 一直比较用自己的速度再往前的能力 继续往前 好 下来要推荐Eason 陈奕迅的这首 Last Order 这里终于够勇气 说一个经历 那晚下雨 在这天里 也放着这首曲 有个男子 他像一个女子 反正失恋 他当然不介意 有段言语 只是回到他的家里 是几瓶家徒四壁 一生不想 那女的掉头离去 就像三个小时前未婚期 初次到来 嫌弃的样子 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一晚上就是连两次 那男子还不懂怀疑 到底自己是否没出息 不客气 别给我I-S-T 客人们不是我想跑的 别看着我 这个不过是我朋友的经历 那晚下雨 在这天里 也放着这首曲 有个男子 他像一个女子 反正失恋 他当然不介意 有段言语 只是回到他的家里 十几瓶家徒四壁 一生不想 那女的掉头离去 就像我的未婚期 对不起 好像说成 是我的样子 我是没关系 是我的样子 这个爱是我的样子 我都可以 我不知道 妈妈要我叫人 我只说人 讲求新鲜 不必舍近 求远 美食地图的第一站 到全家就有新发 晴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就一起在一起 今天谁来玩音乐 Play Music 这里是台北流行广播电台FM91.7 POP RADIO 你在收听的是Play Music 我是你们今天的Play DJ张栋梁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 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段 那最后一段我特别选了两个 马来西亚朋友的歌要介绍给你们 那在节目的结束之前 还是要跟大家聊聊我的最新专辑 最好的快要发声 今天都有听到一些歌 但是目前so far我们有一首 Music Radio 因为录影带在网路上面是在传播的 然后这歌是中平导演拍的 最好的快要发声 然后配合歌词的意境 我们就是凝造了很多不同城市的场景 然后我就像一个城市旅人一样 看着身边很多不同的故事在发生 它虽然没有很轰轰烈烈 但是其实非常的真实 我觉得很感动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点阅这首 Music Radio Music Video 那之后呢 因为其实我们有准备了自己的风雨 但是希望这个点阅率很高之后 大家就会看到自己的风雨了 所以 还等什么呢 马上上网搜寻 最好的快要发声 来给这个音乐录影带按个赞吧 那马上要推荐的是梁静茹 Fish的这首单曲叫《蜜谷》 《蜜谷》 字幕志愿者 李宗谷 遇到困难 总是第一个想到你 也只有你可以惹我生气 太熟悉所以忘记了距离 爱遥有缝隙 透进阳光和空气 有种碰热心动 叫做命中注定 有种地久天长 叫手口如笔 那年轻达到困难 那年轻达到困难 那年春天我种下一个秘密 发了牙枕之心里 每一寸土地 再不懂爱情的年纪 相信遇见就是最好的运气 那年秋天我藏好一个秘密 结成过挂满 成长梦动的四季 在蠢蠢欲动的年纪 就算全世界都已看穿我的心 也许可以笑着说一句 喜欢你 喜欢你对不起没关系 太熟悉所以忘记了距离 爱遥有缝隙 有种地久天长 叫手口如笔 唱歌声 唱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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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春天 我种下一个秘密 发了牙针 知心里每一寸土地 再不懂爱情的年纪 相信遇见 就是最好的运气 那年秋天 我藏好一个秘密 结成过挂满 成长懵懂的四季 在蠢蠢欲动的年纪 就算全世界都已看穿我的心 就算这辈子 你都不会懂 我的秘密全有你决定 对不起 没关系 谢谢你 听到的是静如的秘国 那也谢谢静如 其实他听过专辑之后 都很鼓励地给我发了很多讯息 说真的这张专辑他也很喜欢之类的 叫我继续加油 那谢谢你们 包括下一位品贯 贯歌 那我要推荐他这首《言外之意》 他之前也发新专辑了 希望大家多支持 那我们也在录音室有碰面 那大家都互相鼓励 我觉得其实真的啦 这个圈子可以交到朋友 那大家都可以互相鼓励 互相帮忙 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那节目最后 很多朋友问我说 有没有签唱会啊 音乐会啊演唱会 我们都在努力的酝酿中 那如果大家想要持续知道 我一些曝光的讯息的话 你都可以在我的一些社交媒体 获得相关的讯息 包括我的脸书 就是 Nikolas Steele 张栋梁 对 Nikolas Steele 张栋梁 或者是我的IG Instagram 就是Nikolas Steele For Real Nikolas Steele 然后一个四 For Real 是真的张栋梁 OK 那大家都可以去跟踪我 可以去追踪我 那我尽量啦 尽量在这些平台上面 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的工作 或者是私底下的一面 那我们就 See you later 拜拜 谢谢你们陪我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下次见 配DJ张栋梁 下班啰 爱是一时 还是一时 至少此刻我才坚持 你要的吃 长什么样子 有人说是想钻的戒指 风霜和枝气在我心中环慕 呼应着你的温柔和你的反复 我只是一个如此平凡的男子 吉他声有言外之意 因为我欺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爱试一试 爱试一试 至少此刻我才坚持 你要的痴 装什么样子 有人说是想钻的贴纸 风声和枝气在我心中环慕 呼应着你的温柔和你的反复 我只是一个如此平凡的男子 吉他声有言外质疑因为我欺负 吉他声有言外质疑 不由自主 吉他声有言外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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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声音外质疑